好 来关心国际油价在周三小波的上涨 因为德国表示将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还有美国原油库存大幅下降 外资警告油价现在恐怕飙到185块美元 那么台湾的中纪委认为说 输入性通膨已经成型了 把重点把时间交给欠函 大家都很关心的就在于油价 如果油价虽然之前有稍微回落一点 可是如果在供给面的部分 还是有出现一点状况的话 现在外资就警告了 这个油价恐怕回落之后就会往上来冲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整个在欧盟 还有欧洲其他国家 他们对于要制裁俄罗斯石油的态度是如何 我们就先来点出欧盟的职委会主席 他怎么样提到的 他之前就有说要进行对俄罗斯第六轮的制裁 接下来要锁定的就在于银行业还有石油 特别俄罗斯的联邦储蓄银行 因为他占了整体俄罗斯银行的金融业务 将近有百分之四十 不仅如此主席还特别点到了欧盟 现在正在采取一个聪明的机制 也就是说要透过这样的机制 让石油可以纳入接下来的一次制裁的名单 欧盟现在的当务之急 其实是希望要缩减普丁的收入 以免他拿被制裁的石油 卖到比方说亚洲或者是其他市场来谋取高获利 另外在法国的部分 法国的财务部长 他也计划要说服其他的欧洲伙伴们 停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 可是我们知道包含像是在德国 还有一些欧洲国家 他们为什么都不愿意制裁俄罗斯的石油 因为真的依赖度是相当高的 所以就点到了在德国的部分 德国的态度也是至关重要 德国的财长就表示 要尽快的结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可是他有一个诞书 他说需要的时间恐怕要长一点点 因为他认为如果太突然的宣布 禁止俄罗斯的石油的话 恐怕对于一些企业 对于一些制造业 甚至是德国的重兵 就是在于在汽车的制造业这块 恐怕会有停工的疑虑 那德国的外交部长也点出了 在今年底前要来停止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接着下一步就会是天然气 只是这些讯息 很多的外资都点明了 恐怕这个油价会往上冲的 机率还蛮高的 比方说好 我们就看到摩根大通 小摩的部分他说什么 他们认为如果欧洲禁止运 俄罗斯的石油的话 油价就会飙到空前的新高 布兰特的原油很有可能 每桶会来到一百八十五美元 其实为了压低整个的油价 美国也出招了 之前是释出战备除油 所以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资料 美国现在他们自己国内原油的库存 在上周的时候是减少了八百万桶 也就是现在市场上面石油的供给 仍然是比较偏不足的 一旦油价往上冲的话 其实不只是对欧洲 不只是对美国他们通膨的压力 对台湾来说通膨的压力也是相当的巨大 所以可以看到在台湾台经院的部分 预估今年的通膨率会来到百分之二点五六 比之前各个大家政府的数据 预估不到百分之二还要来得高 而且也直言了在原物料的价格 能源的价格 还有像是粮食的价格 都压不下来的状况之下 其实台湾的输入性通膨已经形成了 不过好在我们今天翻开报纸有看到外销的订单 连续的畅望还有在内需的市场 消费仍然是很活络的 所以政府这边认为目前还不会有停滞性的通膨 以上的财经资讯提供给您 水神抗菌液呢 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银的推荐代码 CTI我发发好可以有折扣哦